iSCP-1048 Builder Bear 泰迪熊建造者 項目等級 Safe 特殊狀容措施 iSCP-1048目前可以自由在塞爾斯漫步 因為它沒有表現出威脅 並且已經被觀察到能和工作人員交流 並大大提升他們的時期 iSCP-1048 Builder Bear 泰迪熊建造者 項目等級 Keeter 目前iSCP-1048行蹤不明 儘管它仍然被認為在塞爾斯的某處 項目在被收容的狀況下是安全的 但是一旦看到iSCP-1048的任何創造物 必須立刻摧毀 除非有進一步證據顯示 它的創造物並沒有極端的危險性 不允許在塞爾斯出現泰迪熊 以防成生混淆 發現任何像泰迪熊的物件 必須立刻向安保部隊報告 這又不是玩笑 我們不知道iSCP-1048最近有多大的能力 誰知道這裡有多少那些該死的東西 Cover博士 描述 iSCP-1048是一個小型泰迪熊 它約有33公分高 通過測試 項目的組成材料和其他無智慧的泰迪熊 沒有什麼可辨別的不同之處 項目有能力自主移動 並且通過一些手勢進行交流 項目會對人員做出有愛的舉動 這個舉動通常會被大部分人認為很可愛 它通常是通過搂抱人員下肢表達有愛 但項目也曾被觀察到跳舞、原地跳躍 並在兩次獨立的事件中 向清潔工展現如同兒童所創作的圖畫 所有與項目交流過的基金會人員 都對其有愛舉動展現正面的回應 即使那些有反社會形象的低級人員 與iSCP-1048直接進行交流的嘗試還沒有成功過 雖然它能夠用簡單的手勢來表達是或不的回答 它並沒有對關於其性質或來源的直接詢問做出反應 我們不知道這是因為iSCP-1048僅僅是不知道如何回答 還是因為它不想回答 儘管有能力畫畫 它並沒有將圖畫作為表達有愛以外的溝通手段 即使是被鼓勵這樣做的時候 在最初顯得安全的7個月後 觀察到了iSCP-1048更多反常行為 項目被塞測有能力通過各種材料來製造自己的粗糙複製品 這一過程尚未被基金會人員直接觀察到過 Cover博士認為iSCP-1048通過其可愛的特性 來營造一種虛雜的安全氛圍 並藉此收集材料來製造它的創造物 目前iSCP-1048一致的創造物有三個 被命名為iSCP-1048-A、iSCP-1048-B和iSCP-1048-C 這些創造物有和iSCP-1048形成鮮明反差的表現 他們都對人類展現出了極端的暴力 iSCP-1048-J在… iSCP-1048-J被發現和iSCP-1048一起在Cyrus內漫步 iSCP-1048-J類似於一個和iSCP-1048在大小和形狀上非常相似的太迪熊 但是它是由人類耳朵制成的 對目擊者採訪顯示 iSCP-1048似乎正指引iSCP-1048-J在Cyrus內前行 卡爾伯博士和一隊安保部隊被下令前往目標鎖在地點 安保部隊首先抵達並試圖收容iSCP-1048-J 隨後啟發出了高分輩的尖銳叫聲 使得在10公尺範圍內所有人的眼睛和耳朵受到巨頭影響 耳朵物立刻在iSCP-1048-J身邊5公尺範圍內的人身上長出 並在20秒內覆蓋了他們整個身體 被這影響到的人員在3分鐘內便死亡了 這導致了名人員死亡 包括了熊跟安保部隊 對受害者的接迫顯示 他們都死於耳朵物在石道和呼吸道中生長所導致的窒息 iSCP-1048和iSCP-1048-J在卡爾伯士到達前逃離了現場 在此事件之後尚未能對他們進行收容 儘管在不同場合曾多次目擊到他們 此事件發生不久 一名救人員被發現少了隻耳朵 根據他的說法 耳朵是在他睡著時通過未知的方法移走的 這之後沒有發現耳朵缺失的受害者 因此不清楚SCP-1048是否能從其他管道獲得人類耳朵 或者是他有能力複製這些材料 10 在324的咖啡廳內被數個基金會工作人員發現 項目的外觀和SCP-1048非常相像 但是以一種深色、無規律的方式移動 目擊者報告似乎有什麼東西在SCP-1048-B的內部移動 對象最初並沒有試圖經營互動 直到從其身體上的裂縫處突然伸出了一隻試圖抓住空氣的嬰兒手臂 見此情景一位名為 等女性研究員員尖叫了起來 而SCP-1048-B則發出了高分貝 類似於原類嬰兒哭喊的聲音作為回應 項目接著試圖 尖叫者的研究員便對其內臟造成了巨大傷害 在隨後的混亂中一隻安保部隊被迫 研究人員和SCP-1048-B 大約在這一事件三個小時後 博士被發現昏迷在其辦公室內 在他無意識期間被施行人工流產 而其腹中八個月大的胎兒再也沒被發現過 因此猜測SCP-1048-E 博士的胎兒為材料製造了SCP-1048-B SCP-1048-B可能的起源不允許被透露給因這一事件 仍在接受治療的幸存者 因為Cover博士認為這對他們的痊癒 有著極其不力的影響 SCP-1048-C 橡木是和SCP-1048相似的泰迪熊 不過是由廢舊金屬製成的 橡木第一次被募集是在 當時Cover博士正在辦公室內 書寫有關SCP-1048-B的報告 當注意到被Cover博士發現後 橡木逃離了房間 在試圖追上SCP-1048-C的時候 Cover博士目睹到了當橡木在逃跑過程中 表現出極端暴力時 為基金會人員的死亡和傷殘 在那次募集之後 SCP-1048-C沒有再被遇到過 也不清楚其是否人處在賽二次室內 SCP-1048用來製造SCP-1048-C的材料來源 在此刻也仍然未知 附錄1048-1 SCP-2295與SCP-1048相似 卻有幾乎完全相反的功能 目前正在嘗試確立兩者是否有共同的起源 再次遇到SCP-1048-J和SCP-1048-C時 必須注意要及其小心 我再怎麼強調也不過分 這個該死的東西直接跳穿了那些可憐人的身體 Cover博士 以上就是SCP-1048 簡單來說SCP-1048表面上只是一個會活動 而且友善的泰迪熊 但他卻有能力以各種材料做出極有攻擊性的泰迪熊 算是一個比較烈奇的SCP吧 不過我要吐槽一點是 SCP-1048也長得太醜了 這樣真的能讓人覺得可愛嗎 相較之下還是SCP-295的外型好看多了 這支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你喜歡這支影片就幫我個喜歡 不喜歡的話就更不喜歡吧 希望我做成的SCP可以留言告訴我 就這樣掰掰 掰掰